祷告是能够达到上帝的心肠的一个要道 祷告是唯一能够叫我们能够亲自的 也真实的跟上帝有一个关系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拜他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什么都可以祷告 什么都可以求 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领受他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以感恩 他凡是给我们的事情都能够感恩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想到我们的罪过的时候 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求求他的赦免 他必将全部的捷径临到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当我们孤单的时候 当我们经过一些试验的时候 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 带祷的时候 这一些都能够将一切的事带到上帝面前 当我们这样子的跟神交通的时候 我们就会找到一个亲密感 与神的亲密 这个会满足我们 我们祷告也是为了敬拜主 就好像刚才我们一样 我们也唱诗 我们祷告 把我们的真心真诚 我们的心灵全部交付给上帝 当我们讲话的时候 对不对 跟人交通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种祷告 当我们聆听神的道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种祷告 但是看各位怎么样听 看各位怎么样讲 对不对 所以这个心灵是 如果打开的时候 上帝祂的恩惠 还有祂的慈爱 常常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常常临到我们的身上 各位 当祂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神是灵 所以我们是靠信心 靠近祂的 我们知道 上帝已经听 也知道我们的一切 所以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 那靠信心求 不管我们的教会发生什么事 不管我们的家庭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我们的亲戚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工作 各位 如果我们说 我们要把一些事 要交给上帝 一定有一些现实 这些现实 难道上帝不知道吗 上帝不是在主管吗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不要浪费我们的人 人生的那个方面 就是将我们的一切事 相信这个有上帝的引导 然后承认上帝是上帝 祂是主 然后你接受 你接受 你查验 甚至你挣扎 到底上帝在我的情况里面 正在做什么 祂是要祝福我的 祂不是要给我灾祸的 祂可能是要教导我 祂可能是要帮助我 祂可能要叫我醒过来 可能是为了安慰我 要赏赐我 各位 我们要找到 上帝一直以来祂在做什么 检查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各位我们相信吗 上帝的旨意超越一切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不是像孤儿这样祷告 祷告是有目标的 所以我们的人生 如果已经有神 祂是我们的主 我们过的这个今生里面 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定有神的理由在里面 不是浪费的 但是我们感觉有点浪费 不是因为我们经过那个事情浪费我们的人生 是因为我们连接不到上帝在做什么 这个理由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 不认识自己 各位如果你认识自己 认识上帝造你的那个原理 认识上帝造你 给你什么人格 给你什么性格的时候 那时候你才能够幸福 不然你一直做 你一直会不满足 越做越不满足 越生活越不满足 所以上帝教我们怎样在祷告里面回应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带着一个确局 带一个确局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上帝祂是上帝 祂是掌管一切 这是真理 不是我信 祂就比较真 我不信 祂就比较假 神是神 祂知道的话 那我们要带着确局 带着肯定的心 上帝知道 上帝要的是我的最好 所以我们求 主祢的旨意 成就在我的身上 求祢的圣灵引导我 求主祢的丰盛能够带领我 能够充满我 叫我知道祢所做的一切 然后感恩 还没有发生也可以感恩 因为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确局 一个肯定 这个叫祷告 对不对 祷告 这个是在心灵里面的事情 上帝说 圣经也说 我们有一个祭司 祂是我们的救主 祂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神 也是祭司 也是宗保 祂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 祂是经过一切的试探 祂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祂凡是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但是祂没有犯罪 所以值得我们祷告 值得我们交托 因为祂会明白我们 祂会明白 祂要我们顺服 祂要我们知道祂的美意 但是祂又知道我们的有限 祂知道我们可以什么 不可以什么 所以上帝叫我们 用真心 心灵诚实的 有尊贵的 但是有谦卑的 来到全能富上的面前来祷告 所以圣经又说 一人祈求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特别今天我们要看 什么叫做祷告 祷告是即便祷告继位我们的献祭 献祭本身 祷告是一个献祭来的 各位 对非信徒来说 外邦人来说 或者是 就是华人民间宗教的人来说 祷告去寺庙祷告 有时候为自己 为家人 但是一句话来说 为着自己来祷告 为着自己的所属来祷告 他们求的东西 他们也知道 他们需要牺牲 他们要献祭 对不对 但是各位会知道 有一点不太对 为什么 有一点不公义 因为总是不知道 神原来在做什么 不知道 所以无知 所以我们才说 像孤儿的一个祷告 对不对 所以他们所祷告出来的 有时候 为着自己的理由 他们以神 他们所认识的神 为他们的工具 各位 这个是献祭的祷告吗 好像只是一个交换 对不对 什么叫做献祭 什么叫做献祭 各位 各位 我们讲到 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心来到神面前 我们就会知道 上帝如果是我们的一切的话 我们的心灵 圣灵在我们的心 会告诉我们 检查我们的心 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生活方向 全部交给了主 是承认祂吗 对不对 所以祂所做的一切 所以祂的真理是什么 祂的律法是什么 所以我们先求 会先要认识神本身 所以 但是祷告呢 所以祷告是一个牺牲 或者说是一个献祭 所以 各位 神的旨意 如果要行 也不能够在 罪恶 混乱里面 发生的 对不对 要有次序的 因为神是神嘛 神如果创造这个世界的话 祂是一定会越来越 要掌管一切 所以呢 各位 但是各位 我们想一想 我们 在基督信仰里面 我们间谍 间谍 很多的真理 但是这个真理呢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说 这个圣殿 会拆掉 三天我会复活 所以祂是在讲自己的身体 我们认识 全部的真理 要 把它破碎 然后 要流血 我们与神 我们与耶稣基督 要一同领受那个破碎的 然后呢 要领受祂的血 就是我们今天圣餐的意思 我们一同要领受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领受呢 一同领受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 祷告是一种献祭 是一种献祭来的 有血的那个欣慰 所以 因为你要将自己的生命放下 要听上帝要怎样说 不然的话总是不平衡 你根本不能够得到平安 就在这里 但是 所以在旧约里面呢 在整本圣经里面呢 我们有很多的献祭 牛肚献祭 对不对 然后还有鸽子 还有什么羊 羔羊要献祭这些 这些其实都是祷告来的 我们现在新约里面的人 那个圣殿已经没了 对不对 我们有教会 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也没有这里割 流血 对不对 流血 但是我们要在心灵里面看见 一个羔羊被割 那个牛肚被割 这个事情呢 是有些城市人 我们当中的人 特别姐妹 看的时候 哇 心里面不好受 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发生的 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 流血的时候 是被钉的 羔羊要献的时候 牛肚要献的时候 是要宰的 生命要换生命 所以献祭是这个意思 祷告是一种献祭 各位要 所以我今天用这个献祭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各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要有这个眼光 要有这个图画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然后我们就懂得这样祷告了 有些人的祷告呢 我就听 什么都祷告 这些 可能 我自己小组里面 有一个人这样祷告 这样 然后我最近又听到 另外一个姐妹也是这样 这些 可能是有点没有安全感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真实 宁愿 没有什么次序 也没有什么规划 但是真心 真心的你要主 你知道你的生命属于主 所以你求主 祝你的旨意成就 祝你的美意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显明 让我知道 让我可以跟随你 因为你是我的一切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 非常和睦 非常和 我们原来所认识的基督信仰 不会相反 所以各位 我们要感恩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祈求神也是有这个意思 等下我们会多看 所以刚才我读一个经文 开始的时候我就读 这个其实在和西亚书十四章二节 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 他说 求你除尽罪孽 悦纳善行 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记 代替牛肚来献上 所以牛肚的意思 就是什么 就是翻记的意思 我们的生命全部献上 旧约的那个 全部的那些献祭 已经没了 但是呢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那个羔羊 代替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在心灵里面做 心灵里面做呢 我们有时候没有看见的时候 我们可能感觉比较少 对不对 但是其实呢 我们要怎样弥补 所以我们要纪念 所以圣餐也是这个意思 然后每次祷告的时候 所以我今天比较说的 比较多说的 不是讲那个随时祷告 比较多要说的 是讲那个 也不是集中的一个祷告 是讲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 需要的祷告 需要祷告 我们 我们 我今天这里 没有 看一个经文 但是 我忘了放一个经文 但是 我们可以先翻开 我们自己有手机的 或者有带圣经的 我们翻开这个 马太福音第六章 今天所出来的是 九到十三 对不对 但是我看我们从第五节 开始读 我们先翻开 各位我们 我们看第一点好吗 看第一点 这是圣经也 整本圣经都这样说的 所以 这个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进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祷告 我们有时候不能够祷告 对不对 为什么 我们祷告的祷告不通 为什么 因为祷告是一个属灵的科学 有一个奥秘在里 有一个方法在里面 如果没有那个方法的话 我们祷告会祷告不通 各位我们的人生 很多时候 多忙 很多东西的忙碌 也不要说忙 我们要玩的时候 也很多时候要玩 玩到我们没有办法祷告 对不对 玩也好 忙也好 我们一起出去也好 可能我们有一天可以一起相聚 一起出 一起玩 我们一起这样做的时候 一起相聚 一起祷告的时候 一起讲话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都没有办法赶上 当然这个叫做随时祷告 随时祷告 需要不需要 但是随时祷告是随机应变的 那这样的时候呢 是看你的生命里面有多少真理在里面 对不对 但是各位 通常这样子方法是没有办法赶得上 赶得上我们的祷告 赶得上到底上帝在做什么 所以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时间 我们需要时间反思 我们需要时间思想 上帝祂在这个宇宙里面所做的 在全世界里面所做的 在国家里面所做的 在家庭教会里面所做的 在我们人生命里面所做的 是什么 对吗 比如说 如果 你在公司里面 在上班里面 老板一直压着你 所以你心烦意乱 很乱 学校一直给你东西 很乱 很乱 那 如果你只有 怪 如果你只有乱的话 你只有怪你的上司 就这样 但是如果你好好明白 整个公司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措施 你就会少一点乱 你不会浪费你的情绪 你会知道整个的情况 所以 你知道有些东西现实 所以你知道 每个人都这样 现在这个措施来了 也是社会的事 也是等等这些事 所以你知道了整个情况 你的情绪 也比较容易控制 各位 我们需要反思 我们需要思想 放在心上 是不是用我们的 desire 不是用我们的欲望来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因为上帝是上帝 所以我们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上帝知道我们的祈求吗 祂知道 所以各位 我现在不是在说集中祷告 也不是说随时祷告的事情 我在说的是 每一天 我们需要做的祷告 各位 如果我们看祷告的话 看圣经 圣经有很多都是讲祷告的 比如说我们看摩西五经的话 这个创世纪 创世纪 创世纪有很多的故事 对不对 很多的故事里面 有很多真理在里面 特别讲到家庭 社会的事情 就是讲这个创世纪 但是一个家庭民族 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 就需要有神的真理 神的律法了 对不对 但是神的律法过后是什么呢 过后是什么呢 马上讲到献祭的事情 建殿了 建了那个会幕了 马上讲到献祭的事情 所以整本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算是有会幕了 就算是有相聚了 就算是有肢体了 现在还需要什么 需要献祭 就是祷告 所以 但是这个祷告的模式是什么呢 祷告是什么呢 祷告的律 跟我们献祭的律 是一起的 一样的 各位 李牧师 在美国的一个牧师 我们基督寺面堂 李牧师他有一本书 就是会幕里的那个祷告 讲到这个 几个 烦记啊祷告啊这些 这些是很多人读不了 因为很深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想要祷告 真想要认识祷告 不得不要明白这些真理 那我这里也是没有办法 很明的也很深的说 因为这是主日 但是呢 每个祷告的方法 还有祷告所需要的时间 几时祷告 其实圣经都有意义的说明 因为祷告是很重要的 也祷告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我们与神的交通也这么重要的话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与人的交通 也是需要什么 有时候要看时间讲话 对不对 然后怎样讲话 这个叫沟通 所以跟神 如果我们学到真理的话 我们才懂得怎样跟人说话 有时候话语是一样的内容 但是先后不对的时候 那个关系就不对了 对不对 所以跟神之间的那个祷告也是一样 历未经那里呢 有五种祷告 我跟大家大概讲一下 大概讲一下 然后我们才读一下 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八节 各位 有五种祷告 番祭的祷告 这是牛肚的祷告 这个跟新约所说的 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所说的 这个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神是神 所以这个番祭的祷告 对不对 番祭的祷告 不是只有认罪的祷告 然后第二才是认罪的祷告 因为我们有一些倾向 有一些做错的事 有一些罪恶罪犯 是什么 是倾向 我们倾向一个肉体的事情 一定有的 我们人 因为亚当原罪后所发生的事 我们自然而然所想的东西 是偏于我们的情欲 偏于罪性的 各位要知道 你第一个 如果你没有想清楚 你一开始讲话 你就会 你的话语就会知道 这个是从你的情欲 你的不对 你的倾向罪而来的 自然的 所以为什么神叫我们要做 赎罪祭 赎罪祭 就是为了提醒自己 这个是提醒自己的心灵 对不对 还有赎千祭 赎千祭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比如说 我问大家一个东西 如果说你帮助一个人 帮助一个人 你是好意上帮助 但是你在帮助的时候 本来是要帮的 但是你过后你害了他 对不对 比如说他叫你帮忙 上一些公安 或者上一些政府地方 帮你做一件事 但是你做的时候 反而把那个事情更搞砸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你本来是要帮他的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些法款 是你应该还还是他还 所以这是很实际的 对不对 非常实际的事情 那怎么办 所以赎千祭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跟神也是一样 我们祷告了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做圣徒了 但是做了圣徒 好像有一些 本来是给上帝做的 但是我们反而更劳苦了 那怎么办 所以赎千祭在这个地方 赎千祭说要有多 20% 对不对 20%要拿出来 所以我是这样的想法 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数千祭的话 你帮人做事 一定有偿还嘛 对不对 但是又不是你完全的错 也是他有错 也是他交托你的事情 但是你帮他的 你不可以说你完全错 但是你也不可以说你完全没有错 所以怎么办 所以你要多出这个20%出来 那这样的时候 他也满足 你也满足 因为你所做的事情 他应该帮助你 他应该还你 你帮他做的 他应该偿还你 所以你全部所做的 对他来说 看起来是120%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人与人之间 我们跟神也是一样 不然的话 我们的心 哎呀 一捆够就要算了啦 不要讲这个事 你想一想 不可能的 人有灵魂 一定 那个地方呢 会有问题 会有一个恨 会有一个不满足 一定在那里 所以上帝在祷告方面呢 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灵没有办法骗我们 你跟自己的头脑说 跟你的智慧 跟你的理智说 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你的心里面 会告诉你 你不开心 你不满足 所以赎千记是在这个地方 还有平安记 如果说你跟他一笔勾销 没有问题 但是人没有见到面 人没有讲到话 没有把那个东西再拿出来 或者再谈 拍拍一下 换一句话说 没有和睦 没有和睦 我们跟神也是一样 我们跟神也是一样 所以上帝叫我们 祷告 有这个理由 我们每天忙了 我们祷告 什么什么祷告 但是 我们就在心上 主应该知道 主应该知道 只有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知道 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没有满足 没有平安 没有快乐 各位讲的这个事情 各位会抓到吗 这个有点深 但是我用人与人之间的事来说 父母跟孩子的事也是一样 人与人之间的事也一样 如果只有讲 text 你的手机叫text 发信息 但是没有见到面 你知道 还没有解决 对不对 一样的 如果没有 这个叫做平安计 这个叫平安计 平安计跟番计有一点不一样 番计全部的线上 但是有平安计 平安计是 也是要用血的 因为你要相见 也是需要血的 要牺牲的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数计 数计是感恩计 所以有很多计 对不对 而且这些祭都是由早上 中午晚上所做的 其实圣徒应该是一天三次定时祷告的 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祷告的 如果大家不信的话 我可以翻几个经文 但耶利他也是这样 历维基 明书记 这些都有这样 然后 连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 早上 中午 连彼得他做了使徒过后 对不对 新约他也是中午的时候 去祷告的时候 遇到福音的门打开 也是这样 各位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 这个是来代替 那个会幕里面 在圣殿里面 一直做的 那个 献祭 现在我们没有那个会幕 没有那个圣殿 对不对 但是在心灵里面 我们要做的时候 是要这样替换的 要替换的 为了要提醒自己 你怎么知道你提醒过了呢 你随时祷告 随时祷告 你怎么知道呢 你心灵会告诉你 不需要人告诉你 你的心会告诉你 够吗 你的祷告足够吗 对不对 这个是叫祷告 你祷告的时候 你会知道够不够 所以你会知道 但是因为人生嘛 人生忙嘛 对不对 人生会累 但是你心里会知道 所以我现在才说 为什么有定时祷告 如果忙了一整天了 至少最后 思想一下 一天忙了过后 思想没有办法了 另外一天要赶上 要思想 因为上帝一直在做 如果你不知道在做的话 你就是 求也是 祷告也是 你做很多东西也是 你会心烦意乱 你心灵有问题 你身体慢慢也会有问题 你健康也会慢慢失去 你人际关系也慢慢会失去 因为你赶不上 因为你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 所以你讲话 与人交谈 相见 但是你知道有问题 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个呢 甚至主日 主日也是一个祷告 因为主日呢 特别在圣经里面也说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献祭 所以我们听道听道 听道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祷告 有没有 开始 有祷告 领事的时候有个祷告 然后在 这个情谊结婚过后 有一个祷告 然后过后呢 讲完道也是有个祷告 祷告 做 是为了叫我们 把所听到的道连结 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祷告变成一个仪式 没有感觉的 也有 所以 为什么我说 祷告 是一个献祭 祷告即便是一个献祭 各位 各位 我们讲这个世界里面 教会的问题 其实不是其他的问题 教会的问题是 祷告染若的问题 换一句话说 真理跟心灵上 没有连结的问题 也这个祷告没有恢复 原来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意思 所以的确有很多种祷告 有赞美的祷告 有感恩的祷告 有祈求的祷告 有求神圣名的祷告 有个人的祷告 也有一同在一起的同生祷告 我是想可能我们 这个月底的星期五 我们 民文徒去培训 我们祷告会 所以大家 马上 我知道 对有些人来说 祷告是 一起祷告没有这么容易 你说的没有错 因为祷告 是要献祭 祷告是一种牺牲 但是你牺牲一次 你会恢复 那个一切 这个是一个赶上的意思 知道上帝在做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祷告呢 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文好吗 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八节 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各位这些人呢 这些这里没有 但是我们 所以刚才我说 自己放开来看 因为我忘了放在这里 各位我再说一次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 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 我们通常知道这个事情 对不对 有些假冒为善的人 他们讲 然后的时候 但是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他们得了什么赏赐呢 这个人好属灵啊 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很不错 这个人就是 他每次感恩 上帝一定是喜悦他吧 对不对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所以换一句话说呢 我们祷告 有得赏赐的 如果不是从人得赏赐 我们会得神的赏赐 所以换一句话说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祷告 不是在人面前 要show off 不是要表现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在祷告所应运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呢 换一句话说 不是哇 你这样所理 是神 你知道你成长了 这个是祷告的赏赐 你知道你的信心 你的与神之间的关系 被建立起来了 不是人说的 因为这个是祷告之中的赏赐 各位 各位有没有感觉这个 这比较深 因为这个不是一些真理 这个是只有你祷告的时候你会知道 然后你在祷告里面 你也会知道 到底神多喜愿 因为你的感恩的心有多少 所以 这个是祷告的赏赐来的 信心的坚固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还有什么呢 第六节 你们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现在会走很快 所以大家 开眼耳朵一下 进到你们的内屋 所以 这个世界 换一句话说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要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自己的 安静的时间 所以 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手机 如果有手机的话 有那个notification的话 你一面祷告一面拿着手机的话 肯定不能祷告 对不对 因为你不在暗中祷告 你在人群当中 你怎么样 能够focus 关注 祷告呢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 因为这个是上帝要看见 上帝也要 上帝也要 所以 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第七节 你们祷告 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 祷告的一个目标 是告诉我们什么 是为了提醒 提醒这个字 我们很不喜欢被提醒 对不对 好像 好像唠叨这些 但是有时候 我们需要被提醒 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是上帝 上帝是好的 祂是良善的 祂也一直在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会忘记 我们需要被提醒 所以 祷告的目的 是要提醒我们什么呢 上帝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我们不需要 这个也祷告 这个也祷告 这个我们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 一系列全部列出来 因为上帝造我们 祂比我们更知道 我们需要什么 所以我们才来到神面前 要被提醒 这个是祷告 不是要求上帝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求 祷告是为了提醒我们 原来我是依靠神的 神是可以依靠的 我是需要祂的祝福的 祂见过我信心 祂的关系跟我是有 我要被提醒 对不对 所以祷告是为了提醒 神一切的良善 有 有 有 在哪里 所以要找出来 对不对 所以祷告是这样 所以换句话说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好像我们的 我们的杯 还没有满这样 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杯要满 但是一直是一半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这样的 我们心灵里面一半 不满足 我们的杯不满足 我们杯没有办法被提醒 拿这个杯 主啊 求你填满 这个杯是一半的 如果你的杯已经满了 你就不需要祷告 对不对 如果你的杯没有的话 你也不知道怎样祷告 你杯一半 杯只是一半 因为这个杯呢 有感恩的地方 这个杯呢 教我们看见 求主教我们看见 这个杯子不是满的 是一半的 我们是需要神告诉我们 我们的满足 我们的祝福 祂祝福我们的地方 在哪里 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看不见 所以是一半的 一半的 求主帮助我们 看见 求主 求圣灵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祂一直在引导圣徒 祂一直为圣徒开路 求主让我们看见 对不对 所以一半 杯子一半 杯子一半 这样来到神的面前 那我们要怎样 不应该怎样祷告呢 不应该怎样祷告 我再读一下第七节第八节 你们祷告不要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闭蒙垂听 所以外邦人做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他们去寺庙祷告 他们去寺庙祷告 他们有个意念 有些东西我做不到 我的神 我的神仙可以做 所以他们 外邦人是怎样祷告 只要求 我就不用做一点东西了 我就不需要做了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勿劳而获 对不对 圣经里面的祷告不是这样 有没有说 我们信靠主 祂是一切的良善 我们是要依靠祂的 凡事上要顺服祂的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代表说 我不需要有责任 我不需要供应给我自己 吃和工作 不需要了 是这样吗 各位要听清楚这个意思 这个是两个东西要放在一起 OK 各位 我们 一个信徒呢 做工 给家 给自己 如果 他有一些产业 或者他有一些东西 他买了 然后随便乱用 那这样子呢 他是会慢慢变成没有智慧的人 对不对 这个不像有祷告的人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我再说一次 祷告 不是说有对神有信心 就不需要做东西了 而且这个是完全相反的 一个解释 我们说祷告 祷告是 应该怎样祷告 祷告是一个牺牲 祷告是一个陷阱 所以 比如说 车子需不需要保险 要不要 我们有时候 不要买也是没有办法 一定要买 为什么呢 因为车子很贵 对不对 不便宜 车子呢 如果一坏 也有出问题 有那个保险来遮盖 为什么有这个事情 我们圣徒们要讲看 甚至有些人买 生命上的那个保险 要讲看 各位我问大家 如果因着怕 因着怕 所以买 所以这里也买 那里也买 各位 你心里面会告诉你 你心里面没有依靠神 对不对 没有依靠主 健康的事情 你怕 所以 这个也买 那个也买 为了要保健 所以怕 等一下你生病 这个怕本身是 就是不信 对不对 但是我问大家 我信 我信的话 那我什么都不用 我什么保健也不用 我什么睡觉也不需要 我买的东西上帝会照顾 我不管 不需要管了 那各位上帝 这个是上帝的美意吗 各位想 这是上帝的美意吗 所以人 所以这个是外邦人的思想 对不对 不连接的问题 教会的问题都是这个 圣徒们的问题是这个 不是这样 你这样子做没有信心 所以是另外一种子做就有信心吗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那我再多解释一下 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这个是我也是这样认为 如果你的信心程度是怎样 你就按着那个地方 按着祷告 你祷告了 你知道你需要这些 这个是按信心做的 你买 甚至有保险这些 这个是讨神喜悦的 对不对 不过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跟大家好像有讲过 我就有一次做了一个决定 人生保险我不要 那时候在我的心灵里面呢 出现两个事情 第一呢 哇 你真的不顾你的生命吗 你真的不顾你的家吗 所以突然间出现这个 这个是在心灵里面马上发生的 所以我应该买不应该买 对不对 我应该放弃吗 不应该放弃吗 因为不是为了我自己而已 也为了我的家人 所以第一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继续了 因为我发现有另外一个东西 从那时候开始 我反而对我的健康 反而负起更多的责任 我的健康 我要怎样运动 我要怎样注意我的饮食 这些 我心里里面呢 就会更加发现 这个是依靠主的智慧 依靠主的安排 依靠主的那个事情 来过我的人生 对不对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从那天开始 虽然是我们 我没有买这个人生的保险 要靠新新活 但是靠新新活 不是说 我自己不顾自己的健康 不顾自己的生命 如果顾不了的话 如果大家顾不了的话 还是买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顾不了自己的生命 你的健康 还是吃一点 保健好 各位知道 除非你可以保 你可以 但是这个不要因着怕来做 不要因为不信来做 你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是上帝要你做好管家 不要因为怕 但是你也不要因为你信上帝 你就以为 你不需要靠着主的方法 靠自己的恩典 然后有那个应该有的安全感 因为上帝叫我们要有家 要有家庭 教会 教会要有地方 对不对 这些是需要的 我们工作了 回来要有一个家 这个是象征天国的 要有一个归属 这些全部都是为了要认识神 所以我再说一次 如果我认为我们要怎样祷告 如果我们祷告是认为 我们买的东西 我们有的东西 那上帝会特别的恩典给我 所以我随便开车 我随便转弯的时候没有注意 买东西的时候 买的时候 哎呀 不要管这么多 这样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经济都慢慢失去 人家觉得我们也没有智慧 人家也会觉得 你这个基督徒好像不是真的基督徒 对不对 不像一个有见证的 所以我回答我说 一个人呢 当然他要做maximum的 他要 他能够的话 尽可能 尽可能在他的能力之下做 因为我最近也发现 有一个 如果有一个人 因为有 最近有一个人 他 新加坡的 他就 有一天他就很烦 因为人要关怀他 也甚至有时候有点严谨的限制他 因为要他慢慢学习 但是有一天他就什么都不顾了 他就说 我要怎样活就怎样活 我不要顾我的将来了 我要每一天开心就好 各位 你认为他开心吗 其实他心里面不开心 他没有为这将来打算 所以换句话说 他的生命 其实很苦 另外一天呢 他跟我说 弟兄对不起啊 昨天有点木了 不对了 不对了 是我的问题 他就这样跟我说了 所以各位 会知道这个意思吗 其实有时候我们情绪不用紧 但是呢 我们 需要这个的 我们 对待病症也是一样 上帝的确会医治病人 但是呢 你健康的医治 身体上的医治 是从你 对你的身体负责任开始 这个是叫做 上帝医治了你 我们人与人之交通也是一样 我们处世带人也是一样 我们处理经济也是一样 几时医治啊 不是上帝帮你全不管 是当神的智慧临到你 神的心也在于你 神的价值观成为你的价值观 那个时候你处理 那时候你处理 这个才叫做 祷告 祷告 所以换句话说 都是讲到 次序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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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我也给另外一个东西 各位如果说 比如说 有一个人 他的妻子怀孕了 但是呢 已经怀孕了 所以那时候可不可以祷告说 哇 尽量是男的 尽量是男的 或者是尽量是你的 女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要开眼睛先 尽量尽量是这样 可以这样祷告吗 其实 这个不是真实的祷告了 因为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已经怀孕了 你这样祷告呢 是其实会害你自己 因为上帝做的事情是最好的 所以应该怎样祷告呢 说啊 你的美意是什么 显明 你所做的一切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给我这个 但是呢 一定有 这个叫祷告 这个要祷告 对不对 如果你有家有事 或者说不是家有事 如果有一个人来了 他报一些消息跟你说 然后那消息好像很不好的 那个消息 因为你看他脸色过来好像很不好 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祷告 哇 尽量 好像是不好消息了 尽量这个好消息 这个坏消息 不是领导我的家 不是领导我的家 各位 这个祷告也是没有益处的 这不是真实的祷告 因为这样祷告的时候呢 你没有承认 上帝 祂是掌管一切的 那有些人就说 顺服的祷告就好嘛 反正顺服 明天怎样就怎样 所以刚才我已经说了 对不对 其实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来的 其实不是 我要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做 这个是雅各书那里说 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这样活 可以那样活 有些人就这样抽出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今天怎样也没办法嘛 这是上帝自己这样做嘛 但是呢 后面讲座呢 现今你们尽以 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所以 这里要说的是 我们 如果 然后下面怎样说 人若知道 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祂的罪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祷告是 为了知道神的美意 不是只有顺服 你知道来顺服的 不是已经发生了顺服了 已经发生了顺服 不是这样 你要知道神的美意来顺服 你知道 甚至你有一些东西已经做了 但是你要知道 上帝在做什么 那个时候 上帝的计划是什么 圣灵怎样的引导你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做一个祷告 要改变一些情况 改变已经发生的一些事 这个 不是按照圣经原理来祷告的 祷告不是改变条件 祷告是为了祷告 智慧 力量 圣灵的引导 祷告是祷告 你在那个现实里面怎样超越 因为祷告是祷告有一个坚持到底 对不对 祷告是祷告一个坚忍 所以你的品行也出来 诚挚也出来 然后那个方法 解决的方法也出来 这样子 祷告不是祷告一个庙出来 祷告是祷告方法出来 寻找主 继续寻找主 比如说如果耶稣基督要再来了 就是说不需要牧养了嘛 不需要去教会了 不需要供应了 所以马太福音24章马上这里说 马太福音24章都是讲末世的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会这样说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上帝要寻找的人 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但这个责任 这么多 但是这个责任是怎样做到 所以人有先 所以叫我们要祷告 主人来了 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所以就算是耶稣基督要来 我们反而天天还是做一样的事 做一样的事 因为仆人的主人要来了 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 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看这个第二个好吗 我们看快快看 然后就完了 我们读经一下 马太福音第6章9到13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灵的名为圣 我们一个个来看 各位这个祷告呢 不是为了要得上帝的一个利益 乃是一个交通 各位为什么祷告是交通 一个对话 对话 对话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天上的父 我们就会想到 原来十节里面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都是讲到神的名字的尊贵 对不对 因为神的名字的尊贵 我们是祂的仆人 我们是祂的儿女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所以 为什么 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因为 我们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是很尊贵的 因为生命不像都不这样 但是比这个生命更高贵的 更宝贵的 就是神的生命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说 愿人尊你的名为圣 它是一切生命的来源 如果我们为祂死 为祂活 这个是值得的 这是这个意思 第十节 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有一个赞美上帝的地方 虽然 然后还有什么呢 愿你的国降临 也有一个我很微小的一个地方 换句话说 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出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多么的微小 星星 月亮 太阳 河灯的大 这个世界 山 谷 水 对不对 最近那个 中国的那个 有一个 一个掉下来 对不对 那个Satellite掉下来 天空浩一 是不是 掉的时候呢 原来这么大了 每个人就 掉到那个 Pacific Ocean 这样 那时候 我们的时间才八点多早上 就看不到 没事发生 但是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敬畏 其实这些事都正在发生 奇妙可畏 所以我们会知道 有一个要愿主的国降临 愿主的国降临 也不是只有灵里面 叫我们看见 原来上帝掌管这一切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换一句话说 不是我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我们是神的 instrument 不是神是我们的用人 神是会帮助我们 但是呢 帮助我们来荣耀祂 我们是主的工具 神不是我们的工具 这个要祷告的原理 要下定 要弄对的时候 我们祷告才会对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这个日用的饮食 也有按照圣经来说 日用的饮食就是 圣经里面要遵守 这个有时候要遵守 也需要力量 对不对 所以求主赐我们这个饮食 也可以说 我们天天所需要的饮食 为了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服侍主了 为了活在这个地上 能够经历主 能够享受主 所以换一句话说 这个 今日的饮食 所以为了要服侍 我们需要力量 为了要 供应 给家 给自己 我们需要力量 如果我们需要力量的话 我们需要什么 第一个所需要的力量 我们要能够习惯化 对不对 我们天天活的时候 也能够开心喜乐 换一句话说 我们能够习惯 各位这个习惯怎么做 习惯怎么做 如果你可以天天习惯的在家 天天习惯的在工作 换一句话说 你是非常属灵的 各位知道意思吗 很多人他们习惯 他们没有办法习惯 因为呢 做一点就烦 玩一点也不开心 但是如果你可以在你的事情里面 玩得开心 做得开心 上班也很开心 也能够天天这样做 其实你是挺属灵的 因为呢 你能够看见 随你同在 你也能够享受 你现在所做的 所以我说 真的属灵的人 不是很多大道理 圣经节很多被 不是这些的人 所以我这样讲也是先讲自己 因为我是在这里带有道的 但是真正属灵的人 是天天凡事 在普通的情况里面 却能够体制化 玩得开心 做得开心 交谈得正常 这个是真的属灵的人 这个是需要灵力的 需要灵里面的力量的 因为我们肉体的那个倾向 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不喜欢这样做的 各位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需要灵力的力量的 所以灵力自力 不是你去不要忘记一些东西 你不要当作无知 你什么都要知道 所以你需要自力 然后你需要体力 体力这个也是 也需要 不健康不能够体力 所以求主吃我们这个饮食 所以如果自己不健康的话 我们不要怪别人 我们要回到自己 我们的祷告不足 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接受这个 我祷告求主 我也劝大家 也祝福大家这个事情 我们健康不足的话 是我们的祷告不足 健康不足 我们的祷告不足 就是换一句话说 我们每一天所日用的饮食 求主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没有祷告这句 我们没有祷告 我们有没有思想 我们没有反思我们的人生 然后还有什么 我们都知道了 灵力之力 体力财力人力 对不对 财力是什么 就是经济 经济我们也是要求 但是经济求法 不是求多 而是求怎样用 用的妥当 用的足够 用的在神的经济上 用的在神的价值上 还有人力 我们不是一个人活的 我们需要旁边的人 十二节 所以免我们的在 如同有没有人的在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 一一有的道理来的 就是我们如果免了我们的在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在 一样的 所以神赦免我们 跟我们赦免另外一个人 是一样的 我们赦免另外一个人 我们就会知道 上帝赦免我们有多少 这个不只是旧耶稣说的 一眼还眼 是在整本圣经的 刚才我们读到一节经文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你们现在论断 可能多一些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论断 也一样的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 也必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量器会量给你们 所以 无任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怎样带人 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闭蒙连续 有没有 死人和牧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是一律的 一律的 所以 我们要怎么知道神赦免我们 我们有多少次经历神赦免我们 其实我们心灵里面不能够骗自己的 神赦免我们多少 我们看 我们能够赦免的人多少 我们就知道 哎呀 其实 很久没有得到神的赦免了 这个意思在里面 我们骗不了自己的 13节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兵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所以我们也祷告 求主 保护我们 一切的试探 还有凶恶 魔鬼撒旦 这样 因为 耶稣就是祂是君王 君王之君 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们也在祷告里面感恩 我们吃的感恩 祂供应我们感恩 我们想到别人的祷告的时候 换句话说 我们为着祂的医治来祷告 为着祂的救恩来祷告 为着我们国家的受保护来祷告 这些事都在祷告里面 因为国度救命全是你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任务 就是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家 为着我们的社区 甚至如果我们住在这个 Daman Di Udama 这里 也是 这个地方 我们也为着这个地区的安全 其实祷告 这个不是说 祷告啊 你要没有说的事 其实是放在心上 因为我们住在这里 有一个责任 你也是万福之源 对不对 所以为你祝福的 他们得祝福 为你祝福的 祝福 所以一样的 所以 我们也为着那些来到我们教会的 然后呢 不在我们当中的 我们也继续要 祷告 邀请 最近有个姐妹 她来过嘛 对不对 来过 所以 我就发现 要一直邀请她 一直要邀请她 邀请了 我有一点不好意思邀请 因为怕人家烦 但是每次邀请的时候 她说 哎呀 谢谢长老纪念我 我为你忘了我 这样子 所以我心里面才明白 有时候 我们有需要过我们这关 我们应该要做的东西呢 我们应该要祷告的 知道所需要行的 要做 不然就是罪了 对不对 所以 如果没有这样做的时候 她就是 没有办法来到神的家 所以我一直要这样做 也需要这样做 因为这是神的美意 罪不是我们没有做 才是叫罪 我们 我们不做 或者是我们犯 才是罪 我们没有做 这个也是叫罪 因为 祷告是为了要做 祷告是为了要知道要做什么 因为祷告是为了坚强我们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没有做 没有做 就是换一句话说 没有祷告 所以 祷告是跟行为在一起的 所以 然后 就把这个事情 叫在神的手中 神的面前 这样 所以 我快快讲 所以这个 第二点 借着祷告的时光 将自己的心支配给主 那这里 因为时间有关系 我快快讲就好 因为刚才已经也讲过了 就 时间 是需要的 祷告的时间 是需要的 不要天天忙 然后不倒 或者是跟人家讲话 或者忙 或者是做这些事 或者看天花板 还是什么 不要这样 要祷告 进到祷告里面 然后 叫我们的心支配给主 如果你有一些太强的地方 你不能够这么容易交给主的地方 所以需要祷告 我知道各位有软弱 自己有软弱 人的罪性 人的软弱 不是说一天就能够放的 但是各位要尽力祷告方面的得意志 就是用神的话来调和 用神的话来调和 比如说 如果有一些瘾 如果有一些软弱 你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但是那个时间 因为是你跟自己说 你跟神说 这我不愿意 我不要的 我不要的 你要学习这样讲 我不要 我不要 我的灵魂也不想要 只是我肉体没有办法 但是呢 我想要 求圣灵在我的心中里面做工 做工 一次不行 第二次 第三次 我知道各位的痛苦 我知道各位的痛苦 你一次两次做了 但是过后又反复的失败 好了 失败了 好了 失败了 各位这个是很黑暗的 比一次犯罪还要黑暗 比一次的错还黑暗 因为你要 但是又失败了 要又失败了 各位这个期间 其实是更加难受的 各位知道吗 所以耶稣基督才会道成肉身 因为祂要帮助这样的人 祂要帮助这样的人 祂不要帮助那些 放弃了的人 祂要帮助那些 没有放弃 想要死 但是一直失败的人 祂要帮助这样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说 我来是为了那些 迷失的羊群 他们是羊 他们不愿 他们不要不好 但是他们迷失 他们没有办法自拔 他们一下子好 一下子不好 需要 所以各位 刚才这个东西呢 是祷告的真实来的 各位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做过 这都不想 不想 但是你的手没有动的时候 你的情欲还没有动的时候 那时候你阻止自己 你那时候还有理智 你的心不可以 但是你还有理智 就算你做了 犯了 还是没有办法了 过后你还能够反思 问题是我们没有给自己时间反思 没有在这个地方反思 有给自己时间 这个叫祷告 如果没有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支配给主 我们的心怎么能够支配 我跟大家说 不是一下子发生的 需要接着祷告的 需要接着祷告 祝你帮助我 也可能 也可能需要把它拿出来 要光照才可以 光照 各位光是会消毒的 如果在黑暗里面的东西 不拿出来光的话 一直不能够解决的 所以祷告是为了要叫 那些愧疚感 那些复发的 那些自我控告的东西 拿出来 拿出来给神光照 光照 解读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然后我们才会有盼望 我们需要的时候 把全部吐说出来 那吐说出来的时候 不要只有心灵上的 有知识上的 也吐说出来 这样子 各位这个是 有时候很难 我知道有时候很难 但是 所以有些事工甚至是 一起祷告 把那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光照 每个人知道 但是不论断 然后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然后各位想 如果是group prayer的话 大家一起祷告的话 有些软弱呢 不能的 但是也愿意 愿意的时候 还是不能 但是接着祷告 接着时间 慢慢会调 慢慢会调 因为有神的工作也在里面 神的光照 圣灵的光照也在里面 所以最后我说 如果我们给予属灵关怀的人 如果我们要帮助一个人 我们要帮助一个人 用言语 要帮助他 祝福他 如果给他一些圣经经文 或者要勉递他 如果你是做这样的人 你一定要用祷告来称托自己的生命 要扶持自己的生命 因为 第一当然 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 你所讲的话 一定会恍然 因为 其实一个 帮助另外一个人的人 他同时间有两个事情发生 第一呢 会发现自己何等有限 第二 他也发现他不得不需要上帝的帮助 因为这个不是只有说一些道理 这是需要圣灵工作 需要圣灵工作的 所以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 是需要继续祷告 需要祷告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你给一些属灵的话 这是需要用祷告来称托自己的生命 你自己讲的话 你没有真的帮助 然后求圣灵帮助 然后也称托自己的生命 我讲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也有没有做得到 这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也不是单单一个责任感 也不是一个discipline 这个本身是一个生命生活的一个原理来的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但因为我们都学习祷告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好不好 我们一起祷告 好 主我们今天的那个信息 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 我们认识这个祷告与神交通的事情 我们更能够将一切所祷告的事项 能够放在一起 我们明白神所说的 也知道神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来进入真实的一个交通 我们得到在祷告里面所有的那个祝福 一切属灵的恩会赏赐天上来的 都能够领到我们众人 主啊 我们这样子的交托 祷告奉主耶稣明 Amen 谢谢大家 你帮助兜 那 我